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我的店馆也出幽幽的那个梦 所以这个是准备这个梦见 相传盲众当天若是下雨 将是丰收的好预兆 四月就是梦见乎 五月就没打头了 六月就是什么 灰烧波 梦见乎 热垒之后那天就是那一天 如果有下雨 那我们五月份就不用担心 泥土会干巴巴的 南风一直送的天气 所以会属于比较潮湿 有水气然后供应这个植物的长成结果 夏季的水果都出来了 就正式进入夏季 我们这个有特别 起来颜色它会很均匀 很漂亮 南部的玉荷包即将进入采收期 担心满山结石累累的荔枝 经不起烈日和梅雨 套袋呵护 套袋就是不用喷荣药 而且就是预防梅雨 等于说梅雨来 我们就不怕那个续菌进去 它有的虫卵 那就是白皮就有糖 火来水不及味 我们南部的头烟 它的荔枝里面有温度 它的温度就像我们的 很温的 都保持那个温度 所以说它的色情也很漂亮 高温加上潮湿的梅雨 建议这时节 吃一些瓜果类 选择红豆艺人 来去体内湿器 那如果我们长期 饮用冷饮 冰品 那会造成一个 我们散热 调热的机制 受到阻碍 受到影响 那个脾胃最容易受重 寒湿之前所受损 这可能会在往后的秋冬 造成一些就是病根 会在夏季就种下来 早睡早起 适当运动 让身体排汗 去除体内湿热 迎接夏季高温